《南瓜的外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者徐慧琳 今天是2020年9月14日 今天给他友们带来一道美食 南瓜糯米芝麻油 今天准备的食材有 南瓜水沫糯米粉和芝麻 把南瓜的外皮去掉 把里面的南瓜仁弯出来 切片放锅里蒸一下 开锅8分钟就好 现在时间到了 南瓜已经蒸好 趁热加上白糖 把白糖在南瓜中融化 把这个南瓜搅碎它 在南瓜泥里边加上水沫糯米粉 搅一下 和成面团 现在把和好的面团 放在这个宝箱袋里 醒一下 醒十分钟再用 现在这个面已经醒好了 先开始做饼 把这个面面一下 里面放上一个腌的玫瑰花 放上玫瑰花做馅 把这个饼按扁它 放在这个芝麻里 加上这个芝麻 再拍一下 放在盘里 或是油温五成热 开始下这个小饼 打这个南瓜糯米饼 一定要慢火炸 火不要太高 如果火太高了 把外面炸糊了 里面炸不透 要不停的翻动 不要让它粘在锅底上 这个饼已经飘在上面了 说明已经炸透了 让这个饼受热 要均匀 两边慢慢的就鼓起来了 现在全部鼓起来了 上面已经稍微金黄色了 像这样金黄色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出锅了 好了 南瓜糯米芝麻饼全部做好了 这里边还有玫瑰花达香味 欢迎各位探友来品尝